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组织了一场挖偶大赛 目的却是要用泥板把人粘在里面 一个因母亲得癌症而欠债的小伙子 究竟发现了什么财富密码 这个是什么 咬着吃 也链子 然后这样是直接往嘴里放着吃吗 对啊 蛮香的 蛮香的 八千元起家 一年后买房 两年后买车 八零后农村小伙 返乡创业 如何年收入四百万元 你好 欢迎收看制服经 在湖北省洪湖市 有一个叫做杨精的八零后小伙 大学毕业后 他到广州去打工 2009年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 他选择返乡创业 当时杨精手里只有八千元钱 这点钱能干什么呢 没想到啊 一年之后杨精就买了房子 第二年又买了汽车 这个小伙神了 甚至在他手里 这黑乎乎的泥巴 他也能卖钱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里即将上演一场别开生命的挖偶大赛 这次挖偶比赛的组织者杨精 正在给大家讲解比赛规则 就是以花的棉藕的长度为准 最长的为第一米 如果说都是一样长的话 就是以重量 就再比重量看谁重 泥巴多了 他可以把泥巴把它夸掉嘛 你之前挖过吗 没挖过 你觉得能挖住的话 你也挖住 几粒重一点的吧 就我来干呗 然后几粒轻一点的就让他吧 然后领奖就干他吧 你觉得肉一锅 你会献你去吗 就有啊 有这个 你让你这个体重了 两百多斤呗 你有两百多斤 那你要献你去 就是把你挖上来的 估计师父不会把我 往那个沟里带吧 第一次 你们觉得能挖上来吗 当然能挖上来 蛮自由 朋友 好朋友 不是刚刚认识的 刚刚认识你怎么就挑他 跟你组合了呢 七八嘛 你怎么不挑一个壮一点呢 不要壮的 比赛 比赛开始 选手们纷纷下堂 准备大显身手 可是刚刚还信心满满的选手们 刚一迈步 就遇到了麻烦 比赛前还说 满堂子 偶要随便挖的六号选手 要随便挖的六号选手 还没走到偶跟前呢 就先给粘在里面了 比赛 比赛 比赛前是一个小时 这走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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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再重逝 不是回来 回来也会不会 这走不动的 今天算是走不到了 鞋子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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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鞋子大了 比赛的现场已经乱作一团 看到选手们一个个都粘在了泥里 这次比赛的组织者杨金 心里却在偷着乐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头的 扔掉了 为什么杨金要偷着乐呢 我们先来插播一段 比赛前一天对杨金的采访 六号选手的教练在哪里 我弄之前肯定会知道 他们会粘在里面 不能出来的嘛 我组织那个活动 就是要让别人现在里面不能起来 只要是普通人下去以后 就肯定上来不了的 为了今天的比赛 杨金特意在三天前 就在网上发布了消息 召集了50多名鸿湖市民参加活动 前三名都有现金奖励 分别是500元 300元 200元 除此之外 美人还有两包正宗的鸿湖莲子 每名选手挖到的藕 全部都免费带走 为什么杨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组织了这场挖偶比赛 心里却想着要让大家都粘在地里面呢 比赛进行了40分钟的时候 已经有选手在专业挖偶师傅的帮助下 陆续挖出了偶 这个粘狗千万别端了 端了就比不成了 一定要保管好 轻一点轻一点 哇 真的好长啊 这个比一个人还要高啊 看着就看着 是两两米多嘛 他这个狗啊 可就在这时 人们才突然发现 竟然还有一名选手 没有上岸 大家都在等你了 加油 二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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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了 体重有200斤的二号选手 果然陷在了泥里面 终于爬上来了 不简单不简单 两滚带滑 你刚才险些上不来了是不是 对 你是有一个救命恶人 给你抓上来 对 你在下面什么感觉 英雄无用武之地 你有再大力气 现在里面都没办法使 最终 一只长达两米58的偶 获得了第一名 258 那么 杨金组织这场挖偶比赛的 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想让大家 粘在里面呢 就是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个青泥巴 是多么的 软 特别 就让他们知道这个泥巴 是多么的 粘糊 只要它下去 现在里面起不来了以后 它就会有切身感受嘛 才会印象深刻嘛 然后才会感受到我们这个泥巴 它跟别人的不同之处 我以前挺就是觉得东西脏脏的 但是我今天下去之后 我突然觉得这就好清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放在这上很舒服的 而且我感觉到好像 好像这皮肤真的变细论了 青泥巴藕的话 应该是在红糊来讲 是有特色的 它是怎么形成那个青色的呢 天安的植物里 腐难 发酵 所有的营养传食源 跟这个泥啊 棒回来一块 又连 它又不紧 你看随便那个 那个狗啊 在行走过程中间 它很方便 青泥巴头的话 这个重帅的狗 它特别的话 白 也比较甜 泥好 藕就好 鸿湖的青泥巴 不仅能沾人 还能沾住钱 2014年 这种沾钱的青泥巴 给杨金带来了 400万元的销售额 那你看年纪好大了 来 然而看似风光的杨金 就在几年前 还是一个四处欠债的小伙 连女友的妈妈 都不愿意把女儿托付给她 不好嘛 我们这条件不好嘛 家里面兄弟又多 妈妈又会得病 是不是 然后我家里面又签一批五载 有自己 有工作又不是蛮好 又赚没了钱 杨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村家庭 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 2003年 大学毕业的时候 杨金还欠着学校两万多块钱的学费 他只好一边在广州打工 一边还钱 然而2006年的时候 杨金的母亲又检查出鼻烟癌 这让他只好四处借钱 2007年底 女朋友第一次带杨金 回家见了父母 这次见面 让杨金很尴尬 就是非常强烈的反对 当场就是不让他姑娘跟我走嘛 想让我先回去 到时候呢 他在帮他姑娘找几个相相亲 找几个相亲比我好的 这时 女友的母亲 因为担心女儿跟着杨金吃苦 只想快点把杨金打发走 可是杨金却想出了一个办法 第一天 就在他门口晃了一天嘛 第二天又晃了一会 我妈妈就偷偷地把我喊过来 说 你把他交进来 不要在门口 说这样不好 在外面傻傻傻的 我当时一听到 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嘛 什么意思啊 就不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 他姑娘有对象了嘛 嗯 所以说我那话呢 就是要站在门口 让别人都知道 这家姑娘有对象了 你们别打外主意了 他妈妈不让我站嘛 我就偏要站嘛 在杨金和女友的坚持下 2008年底 他们结婚了 在妻子的网络日记当中 记录了他们当时的新路 2009年初 杨金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 杨金和妻子决定 辞掉城市里的工作 回到洪湖 一边照顾母亲 一边在家做点事 当时 杨金的口袋里只有8000块钱 两个人说来算去 这点钱 既不够买设备 又不够租店铺 他们只好先在网上开了个店 至于卖什么 杨金决定就地取材 我是洪湖本地的嘛 我特别喜欢吃我们这个莲子 那个味道很好 品质不错 而且在外地价格也很贵 但是我们本地呢 相比较便宜 它的利润空间比较大 所以说我就当时想要 卖我们这个洪湖莲子 杨金了解了一下 当时洪湖地区 已经有人在通过网络 卖洪湖莲子 但规模都不算大 如果能在网上销售 就不需要太多资金 只要先把产品放上去 等有客户下单了 再去上货 2009年的三月份 杨金开始全职在网上 买洪湖莲子 我开始第一个月 在网上卖洪湖莲子的时候 才卖了好像是五六个订单吧 我老婆呢就说你这样做 好不容易你就找工作嘛 然而就在三个月后 这种冷清的局面 就被杨金无意间写的一篇文章给打破了 当年年底 杨金就买了房 第二年还买了车 杨金究竟是写了什么呢 2009年6月 杨金和妻子回老家收麦子 他随手把收麦子的场景拍了下来 发到了网络论坛里 题目就叫做 我的麦子丰收了 没想到 这篇文章发出去没几天 杨金一下子就接到了十几个订单 三个月以后 杨金每天都能接到十多个订单 这篇神奇的文章 究竟写了什么呢 看人家旅游秀 我也来个种地秀 先来秀我的麦子 麦子丰收了 嘿嘿 运气不错 捡到好大一坨牛粪哦 杨金的文字非常简单 照片也拍得很随意 但是这样的文字 却流露出了一个农村孩子的朴实和可爱 我的麦子丰收了 获得好评之后 杨金也从中得到了启发 把带着壳的莲子 从莲棚里取出来的工序 被称作打莲子 将莲棚插在竹片上 再用力一敲 带着壳的莲子就都散落出来 这是在红湖很常见的场景 但是杨金感到 很多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 对此却并不了解 他把这些红湖特色的场景 都拍了下来 并且把每天的生活记录下来 发到了网上 爱看杨金网络日记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通过网络日记 找到了杨金的店 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逐步发展到一天 至少都有上百个订单 每个订单在六十到一百元左右 2009年底 杨金赚到了相当于过去打工一年的收入 创业仅一年 2010年春节之前 杨金就和妻子付了首付 买下了洪湖市一套130平米的商品房 第二年9月 他们又买了辆小汽车 我就感觉生活就一下就上了档次 就特别高兴嘛 特别满足嘛 当时我就感觉 什么 对洋眉土气的感觉 2011年 杨金全年的销售额达到了100万软 在网上销售家乡特产红湖莲子收获的成功 让杨金逐渐找到了创业的方向 红湖水浪打浪 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只有真正到过红湖 才会见到歌中唱到的场景 一到傍晚 渔民们就会划着船赶往码头去浇鱼 码头上 人们在忙着把这一天新打上来的湖鱼装车 这个就是红湖产的鱼是不是 这就是大鲤鱼 好大鲤鱼 那个歌唱上的早上去打网 晚上回来什么鱼里 鱼里吃满汤就这样啊 对就是这种鱼嘛 作为徒生徒长的红湖人 杨金最能知道红湖都有哪些好东西 生活在湖上的人很少上岸 在他们的家里 杨金总能找到些新奇的收获 这个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叫的是野莲子 野莲子 就是野莲母长老了 就是莲子 这个算是红湖特产野莲的 这是真正野莲的 然后这样是直接往嘴里放着吃吗 对 蛮香的 像这样的野莲子 只有在湖上生活的人才能收集得到 平常人很难有机会吃着 可以说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杨金通过常年跟当地的农户和渔民打交道 很多村民都会把好货留给他 渐渐的 杨金不光在网上卖莲子 而是开始卖更多的鸿湖特色产品 就在我心中的话 我感觉就是我们红湖的 棉角啊 鱼啊 虾啊 虾啊 品质都非常好的 大部分呢 就是说都买卖到外地去 所以我就想把我们这些产品呢 让那全国各地的人呢 都能吃上我们这么好的东西 2012年 入冬 正好是洪湖当地的莲藕 开始陆续上市的时候 杨金开始在网上销售洪湖莲藕 湖北产藕 湖北人喜欢吃藕 更懂得吃藕 什么样的藕适合煲汤 什么样的藕适合做菜 那种藕清甜可以生吃 没有人能比湖北人说的头头是道 排骨莲藕汤是湖北的一道名菜 也是让湖北人很有感情的一种味道 包好的藕汤就像米汁一样浓郁 湖北人煲汤喜欢用软糯的粉藕 有一种藕独特的清甜味道 而且入口即面老少嫌疑 从每年的十月到转年的三月 成熟的藕能在地下埋将近六个月的时间 藕堂老板也是根据价格随着卖随着网 藕挖的越长越需要技术 挖藕工是当地一个专门的工种 种藕的人往往并不会挖藕 而是邀请专专业的挖藕师傅 这是一项既要技巧又十分辛苦的工作 您这一下我能挖多少 上午挖的两百多斤 两百多斤 这都是您的劳动成果 这个我有多大 十斤 十斤 那你真能挖 杨精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挖藕师傅辛劳的影像 并且把这些挖藕的故事写到了自己的网络日记当中 正如杨精预想的那样 红胡的藕在网络上销售得很顺利 然而没多久 杨精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事 许多客户反映说 他们收到的藕有问题 上午挖出来的藕下午就发货 客户收到为什么会臭呢 在红胡当地 人们都是把藕身上的泥洗干净 白白净净的卖 为了让藕新鲜又美观 杨精特意把洗干净的藕加上了真空包装 经过反复的实验 杨精发现问题就出在这里 它是鲜活的 它这个像我们这种 到冬到春天的话 把它丢在地里面 它还能发芽生长的 它是有生命的 比如说你把它 就是说不透气的话 它就容易把它蒙坏 如何能既保证藕的新鲜又能透气呢 杨精想起了红胡当地 一种藕的保鲜方法 快到过年的时候 就挖中一两捆藕 就放在家里面 放在家里面就带泥巴 放着 然后再用那种潮湿的棉絮把它盖住 一般的都可以放一个多月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泥巴它可以保鲜嘛 经过反复的实验 从2013年底开始 杨精的藕干脆就不洗了 直接带着一层泥巴一起卖 原来解决问题的办法竟是这么简单 就是藕表面的这层泥巴 既可以减少表皮水分的蒸发 又可以透气 让藕呼吸 就像盖被子一样嘛 就像给林伯干了一层的这个泥巴被子 你要是把泥巴洗了之后 它就不知道你是从黄泥巴地里长的 还是从青泥巴地里长的嘛 带着泥巴一起卖藕 成了阳精的特色 既然客户看到了洪湖莲藕生长的土壤 又能感到浓浓的乡土气息 2014年 杨精的销售额达到400万元 它也被当地人称作洪湖藕王 杨精这一类的创业青年 通过网络的途径 对外进行宣传销售 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农产品的知名度 包括我们当地农户的这个效益增收 各方面都有这个良好的带动作用 对于我们青年的这个创新创业 这一块也有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有很多人他不敢创业 他不是他的水平不行 不是说他对创业有种恐惧感 这首先就是个心态问题 第二个呢 自力更生 不能说一脑指望别人 指望外界对你有什么帮助 就是说当然就是外界有帮助更好了 就是人人都希望有外界的帮助 但事实上的话 最根本呢 还是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这是最干净的 不能把外界的帮助 当成你成功的唯一条件 大城市里的机遇啊 吸引了无数人离开家乡去打拼 是去是留 是很多想家的人 一直在苦于寻找的答案 希望杨精的故事 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启发 当然无论何种选择 都要从心灵出发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答案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好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制服经 下期节目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2012年 24岁的他大学毕业后 在宁波工作 一个月2000元的收入 让他成为了啃老族 他返乡创业 盯上了一种有趣的鱼 遇到困难 他迷茫得不知所措 出场成功的味道 他意气风发 看90后小伙 卢泽辉 如何用智慧和实干 三年时间成为当地产业 领军人物